密碼 現代人生活壓力比較大 有一些人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悶悶的 頭上隨時有烏雲 心情很差 這樣子就算是憂鬱症嗎 今天很高興請到三總精神醫學部主任 葉啟斌 葉主任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主任好 宜安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憂鬱症的人情緒很低落 但是有些人可能只是一時心情不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區分 我們自己有沒有憂鬱症呢 對 其實我們一般在區分憂鬱症 有幾個滿重要的特徵 當然這個憂鬱症是一個情緒急患 舉例來說他可能是這樣 別人開心的時候 他就覺得開心不起來 或者說一陣子非常長期的憂鬱 我們要多長呢 大概要每天幾乎都很憂鬱 要兩個禮拜 這麼長 每天幾個小時 除了睡覺之外都在憂鬱 大概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憂鬱 同時他要有這種 好像思考上的問題 舉例來說他要覺得 好像未來可能很沒有希望的 那種感覺 一卷黑暗 對 或者會覺得自己很沒價值 很沒用 覺得自己很糟 對 甚至會覺得 很孤單 沒有人陪伴 對 甚至會覺得想到這種 到底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對 覺得說可能活著沒有意義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思考上面 也會有影響 剛剛除了情緒上面 另外一個就是在 身體上面的訊號 舉例來說這種人開始會怎麼樣 吃東西會食不知味 甚至會不想吃東西 體重就開始減輕了 或是會睡怎麼樣 睡不好 或者說拚命的一直睡覺 來逃避事情 然後有些人會 剛剛說吃不下 有些人會大吃來解這種壓力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除了情緒思考 還有身體的症狀 來去判斷說 他這個兩個禮拜幾乎每天都有 然後影響到他日常的生活 我們就會認為這個人可能 有這種憂鬱症的發生 好 另外有研究說 有憂鬱症病史的中年女性 她們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會比較高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剛剛講說憂鬱的病因其實有很多 除了這個遺傳的體質因素之外 有些人是怎麼樣 是可能壓力 對不對 外在的壓力 會影響到哪裡 影響到我們全身的荷爾蒙 除了腦部的荷爾蒙 可能甲狀腺等等 全身的其他荷爾蒙都會受到影響 那這樣的一個壓力 造成我們的壓力的激素身體上升之後 它身體會釋放出很多皮固醇 那這樣的皮固醇會造成我們 譬如說像是血管上的 血管細胞的損害 因此它的心臟血管的危險性 就會比一般人要增高了 好 除了中年女性之外 老人家罹患憂鬱症的比例也是滿高的 所以有人就說 如果你常聽到老人家說 這裡痛 那裡不舒服 就是一種警訊 這是真的嗎 我們在台灣其實做過相對的調查 就發現說 過去大概有21%的老年人 其實是有這種憂鬱症的 這樣的比率 所以是滿高的 特別是他們發現說 有些不明原因的病痛的 這種老人家 你真的去了解到他 到底是為什麼會這麼痛 他就 比如說他今天下背痛 找到原因找不到 膝蓋痛又找不到 頭痛 他就不舒服 對 到處檢查 結果發現都沒有問題 結果你要小心 他可能是什麼 憂鬱症 因為他覺得很孤單 沒有人陪伴 需要人家關心 對 是 所以這個方便需要 我們去關心老人家的心理的健康 是 好 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如果我們睡不好的時候 我們常常也會提不起勁 覺得沒有精神 睡不好跟罹患憂鬱症 會有關係嗎 對 沒有錯 這個失眠的確也是 憂鬱跟躁鬱的一個 滿重要的預測因子 有些人認為說 第一個 如果是長期失眠之後 有可能會延伸出 憂鬱的發生 或者你憂鬱之後 治療完了以後 你又再次出現 這個失眠的症狀又有可能預期說 你可能將來的躁鬱憂鬱又會再出現 所以這個失眠跟這個情緒的困擾 的確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最主要是要睡得好 睡得好滿重要 避免不好的情緒 對 但是你也知道說有時候這個失眠 也不是因為你想睡好就睡好 因為它是因為心情不好 睡才睡不好 這是有相關的關係存在 對 這互相的就有這關聯性在 好 另外憂鬱症跟躁鬱症 經常被拿來一起講 這兩個是要怎麼區別呢 是 我們剛剛其實提了這個憂鬱跟躁鬱 躁就是什麼樣 就是好像有一陣子好像會很開心 他會什麼情緒很高昂 甚至會覺得好像自己很自我中心 覺得自己好像能力很強 甚至有一段時間會四五個鐘頭 就怎麼樣 所以四五鐘頭就夠了 精力旺盛 體力過人 腦子很多想法 很多計畫 那我們就會說 這個人可能是躁鬱的狀況 所以他不一定是 完全一直情緒低落 他又一直很亢奮 對 所以那抑鬱呢 就是我們反過來講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憂鬱的狀況 心情長期低落這樣 所以目前有哪些治療方式呢 心長憂鬱症好了 是 那我們還是滿著重預防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可能平常就要注重壓力 怎麼來處理 譬如說你不要等到累積得很多 對 你好像每一次 老闆叫你作動 就好 是 是 結果其實你根本作不來 你不懂得怎麼拒絕 那你也沒說 你也沒說 也沒有請求別人的幫忙 到最後產生一種情緒累積 壓力最後崩潰 崩潰以後產生這種憂鬱 甚至有些人走上 自己傷害自己的路 我們不希望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所以平常就要注重壓力的處理 那如果真的自己調適不過來呢 對 如果調適不過來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說 好像我最近的樣子已經不一樣了 我因為這個情緒的影響 害了我做很多決策 一直猶豫不決 往東往西不曉得 或是我常常開始注意力不集中 很晃生 走到那邊就好像應該要做什麼了 他話要講到嘴邊 好像要講什麼也忘了 所以這個 是不是變不太清楚這樣子 對 那這個狀況就表示 你大腦好像怎麼樣 當機了 因為受到情緒的影響 那時候你要找誰 找專家來做評估 因為畢竟自己看自己會有怎樣 會有盲點 很多人這裡以後 陷入一個很重要的迷思是 我們看到旁邊的人 有這樣的憂鬱狀況 很想要伸出援手 可是我們 怕講別人壞話 就不想講他不好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想要 伸出援手 你就怕自己陷入這個漩渦裡面去 其實有些人這種黑暗的力量 這種好像這個 這種憂鬱的狀況 會把別人都捲進去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 幫忙別人的時候 你要小心自己 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所以最好的方式 還是要轉介給專家來做評估 因為畢竟 憂鬱的原因有很多 你要了解 才能夠去對症處理 這很重要 現在的治療方式有很多 除了藥物的 還有非藥物的方式 像心理治療 團體心理治療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甚至大量的運動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 輔助的方式 用藥物治療的話 會有什麼副作用嗎 對 因為藥物 其實現在進展蠻多的 其實每一個人 他的體質適合的藥物 也不太一樣 所以的確有些人用了藥 可能會有昏塵 胃口不好 頭痛可能10%到20% 這樣的比例 是有可能發生的 不過80%大概是 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過還是要跟醫生來做合作 慢慢的來做調整 來配合來觀察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 他的體質不一樣 吃了哪個藥 他的反應又不同 他療效是如何 他的副作用是不是可以承受 必須要整個來做 綜合的討論 食物方面 經常聽到人家說 吃什麼東西會快樂 吃巧克力會快樂 是 真的是可以檢查嗎 這也是很多營養專家 提出了一些小小的建議 不過我們還是覺得說 的確這些可以拿來做保健使用 如果真的要宣稱 對於憂鬱的療效 可能還為之過早 不過過去當然有對 比如說像是魚油等等 Omega 3 這些大量的食用的話 可能會對於憂鬱有所幫忙 不過我們還是呼籲出說 可能你如果要吃到多少劑量 等等的 還是跟醫師們 對 討論比較好一點 仍然免情緒低落 除了要調適心情之外 要是真的出現了憂鬱症 或是焦慮的警訊 不要忘了 還是求助醫師比較好 今天謝謝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